哈喽,大家好,我是吴哥 之前有很多网友问我,你不怕蜜蜂蛇吗? 我看你检查蜜蜂的时候都不带那个护网啊什么的 其实呢,这个蜜蜂蛇人,他有他的特点 平常我们选遇的时候,要选遇那种性格比较顺一点 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选种的一个基标 不过总体上的话,我个人认为啊,黑一点的功能 就是颜色深一点,黑一点的功能 相对来说,他会那个颜色强一点,黄一点,然后风能松一点 当然,就算同一群风里面,他不同的时候,他那个性格也不一样 比如说,天气阴冷的时候,缺蜜的时候,有道风的时候,他都是比较松的 然后,天气比较热,蜜蜂比较充足的时候,他会比较温顺一点 另外的话,我们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站的位置,要站在风箱的侧边 你不要站在风箱面前,挡着那个蜜蜂进出 然后,检查的时候,我们要清拿清放 慢拿慢放 你不要动作太粗鲁了,把那个蜜蜂给激怒了 我们提皮的时候啊,你注意,不要手呢,不要捏到压到那个蜜蜂 你轻一点 我们提起皮的时候,不要磕碰到那个蜂蜂 检查的时候,尽快的检查完,有目的的检查 我们把皮放下来的时候,要注意,检凉这个位置呢,你要先动一下 如果下边有蜜蜂的话,你要把它蜜蜂驱赶开来 不要把这个检凉压到那个蜜蜂 如果你压到蜜蜂的话,它会有弄那个蜜蜂,它会分泌一种 那个物质的话,它会蜜蜂会遮人 对于被遮之后呢,像我的话,就不用再处理什么的 因为毕竟已经养蜂三十多年,都习惯了,有抗 其实蜜蜂遮人的话,对于人来说是好事 它可以去风湿啊,还要出筋活络啊,这些都可以 这只要不是那种过敏反应的 比如说,心跳下起啊,呼吸困难之类的 那种,除了一种其他的,基本上就不用去处理它 过几天它就好,一般人的话,可以用那个清凉油 或者那个蜂油